2022年7月15日中午收盘了 上午走出了一个过山车 实际这个过山车形式还是不错的 我们看几个特征 第一是一个跳空低开 这个跳空低开可化解了很多矛盾 在这儿咱们不能展开 那么这个带也好 还是烂尾楼也好 在这个问题都得到了一定的控制和解决 记住这个位置 好了 那么今天出现这个过山车之后 这半程也就是后半个小时 这个反应的是我们的现状 前半个小时和这一个小时都不是 前半个小时显示的是消化那两个利空 但是由于最近这几天外盘反应很大 因为美联储加息很快就来了 下月21号嘛 在这儿我们能看到留给美联储时间可不多了 它会影响全世界 因为美国人那个地方只要一加息 属于割全世界的韭菜 那么我们怎么应对呢 往往都是美股那边要是一跌 我们这边就得涨 假如今天我们退回到12个小时之前 假如美股在12个小时之前 不出现一个快速反弹 记得没 我们在早报曾经说过美股是怎么样 美股是鹰王怂了 结果美股是低开高走 最多的时候低开和下打两个多点 如果那样的话 我们今天是来一个大涨是没错的 但是正是因为它低开高走 把咱们的预期给降低了 有人说咱们跟那边不是应该同向共振吗 现在不是 现在你看一看 A股自从4月27号是大涨 而外盘4月份以后是大跌呀 对吧 所以现在正好是个翘翘板 也正是因为他们加息的原因 那么全世界的资金可能会往那去流动 那么我们怎么办 我们对应它的呢 上半年采取了的就是一个降低冲款准备金 而没有我们出现想象当中那样的大幅降息 因为不降息 所以对外资的吸引力足够 因为无论如何 就是美国人加息也赶不上中国的就是这个利息的程度 你看一看 我们呢 现在标准利息是4点多 对不对 不到5 你就算4.5 美国人现在也就是咱们的一半 他再加100个几点就算 那么也是在咱们下方很多呢 所以咱们这的利率 或者是说咱们这跟国外的利差 还是很有优势的 就是咱们有对外资的吸引力 所以呢 我们现在推了半天说什么 说的是另一个 就是这一段上涨 它是首先这个低开啊 低开是由于受那两个消息的影响 一个是贷款的问题 一个是乱尾楼的问题低开 高走呢 是对咱们上半年的经济数据 现在经济数据出来了 上半年的经济数据 给大家啰嗦一遍 GDP是2.5 但是这个2.5可包括什么 二季度 咱们二季度是下来的 我们二季度是负的相当于 就是0.4附近 但是咱们一季度可是得达到 将近6附近的 就5点几对不对 我们今年的总任务呢 不是5.8吗 那么现在的问题来了 就是由于今年上半年 GDP是2.5 生产总值呢 是56万亿 二季度 现在咱们就谈的是二季度 生产总值呢 是29万亿 同比只增长了 0.4 记住 这个数 这是相当于萎缩 那么另一方面呢 就房地产投资下降了 5.4% 可是我们投资的一个总数 每变投资总数呢 是27万亿 这个数增长了6.1% 也就是投资拉动消费 或者是说投资拉动生产 不管怎么说 投资消费和外贸 这都是咱们的三架马车 但我们现在强调的是 这次我们的投资制造业 流进了10.4% 这是什么 这才叫国质根本 那么没有一个良好的制造业 你想说把工业什么呀 发展上去 门都没有 所以呢 我们下半年 现在是预期可期 在预期可期的时候 咱们说经济数据 总结一句啊 叫做 经济数据呢 是属于奇稳回升的态势 这个表述是官方的 那么这种奇稳态势 我们下半程 也就是下半年主要要搞 还是六稳和六宝工作 这些离咱们有点远 但是股市就是这么反应 发现下半年还不错 那么呢 这一段 剩下这段平流程 也就是这一个小时的停流 这个阶段就代表着 一个情绪上的宣泄 结果为什么又下来了呢 这一段 咱们就不解释了 这一段自然反应 因为上多了 下来咱上去挺好 我们现在重点关注的是两方面 这都是说宏观上的 咱们不谈了 这些创想层呢 跟咱们股市现在关系不大了 现在我们要看的是 今天上午呢 在白酒和整车的带动下 他们的贡献度比较高 所以别看今天上午是跌的多 你看只有这个1500多只在上涨 那么有3000只在下跌 这不是跌的多吗 但是在白酒和整车 这种龙头的带动效应下 我们出现了这是指数上 两大指数呢 就是都不错 上证指数和创业吧 只不过呢 这个只是谈的其中之一啊 就是权重股里面 你看今天的金融股 银行股都不跌了 为什么 这是得到了 这是有化 知道吧 但另一方面 这个宁王今天出现了一个下跌 跟昨天不一样 以宁王为首的这些赛道股呢 今天一部分在牙火 可是 你像这个新能源车 半导体 消费和这个科创板 这不也都是属于这种赛道股类的吗 他们都出现了一定的上涨呢 那么我们现在强调的是 第二方面来了 为什么现在大盘在这走得很弱呢 你看 今天我们现在已经发现 今天原本上午的时候呢 冲高了 冲高的时候呢 都快穿过了五日线 你看这个五日线 通过这个八天 跌破了趋势线 在五日线下方 一直被五日线按在下面 这跟过去五月六月的行情 完全不一样 所以现在呢 我们的观念也应当 适当地调整一下 那么这一天 瞧瞧是哪天 7月6号 可是7月6号之前 这就是六月份呢 对吧 那么我们现在要总结一句 今天上午在白酒股 和整车贡献度比较大的情况下 现在指数呢 现在指数呢都翻红了 现在虽然说上证指数呢 又有所回落 但是这个呢 问题不大 因为这只是一个小问题 为什么是小问题 都是权重指标股在涨的时候 这一点指数都不成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对指数呢 不太担心 另外一个需要强调的 不说是GDP平稳 而且呢 有起稳回升的态势嘛 下半年的话 六稳六宝工作很重要 那么我们就要沿着这个六稳六宝去想 上半年记得不 就是三个字 叫做稳增长 做没做到呢 做到了 因为上半年我们的GDP 好歹也算是2.5%啊 这个就算不错了 而且CPI呢 是3.1 大家有的一想直挠头 GDP2.5 CPI3.1 如果去了的话 是不是有点那个 是啊 拙金见肘 但是这个就是证明一点 下半年 留给主力的时间不多了 所以下半年 现在又过去了 半个多月了 今天15号嘛 马上过去就是半个月 那么剩下五个半月的时间 咱们要完成什么 就相当于 每个月 GDP啊 都得在将近十 明白不 那么下半年 也就是基本上 这五个半月 得保证 GDP在十附近 才能够完成 全年5.8的指标 除非5.8指标 我们给它 我们给它做回去 就变了 好 那么我们给这总结一句啊 就是下半年 行情可期 道理是什么 就是稳吗 现在已经不是一个稳增长的问题了 六稳和六宝 那么这两个六 六六大顺吧 咱们就这么认为 在六六大顺的前提下 你说大盘能刺到哪呢 经济现在呢 已经给定调的了 叫起稳回升 说的很客观 而且呢 用词我们认为很准确 因为已经形容出来 下半年我们能展望到它的未来 那么 就是咱们A股会怎么样呢 我们A股现在就是一个政策士 所以咱们也就跟着安稳的做 下半年啊 我的目标 咱们有个小目标 经济不是增长百分之 现在是每个月大概百分之十吗 那么我们定一个资本市场投资的目标 下半年看看咱们能不能增长百分之二十的账户收益 好了 远景 远景都有了 现在怎么落实 我们看一看盘面 有确的是今天上午热度值呢 是四十度 但是北上资金呢 是正复为零 也走出了一个跟上证指数的过山车 这代表什么 市场观望气氛浓厚 咱们指的是厂内资金和厂外资金都在观望 看看经济到底是怎么定的调调 估计下午就会反映出来 那么周六周日还会有很多个消息出来 咱们在这儿呢 不过早的解读 我们再看这个位置 今天是大盘权重指标股护盘 而且白酒为地 这贡献值特别大 你没发现当股市一出现一个风吹草动的时候 要么是白酒上拉 去年前年就是这样 对吧 白酒一拉 那个股风起云涌 再不就是券商拉 券商一拉 那叫牛是骑手 大骑一晃 那真是山摇地动 再一个今年发现的就是房地产 房地产一拉 那么跟随的小弟 那都是一哄声的网上买 所以今年我们能看出了几个龙头 那么什么 现在就是顺周期类的 下半年会不会风格的转化呢 我们不知道 那么就得看这个问题的发展 那好 在这儿今天瞧啊 今天可是稍稍放点量 将近6800亿 昨天不到6300亿吗 你看昨天6380多亿 这是属于增长 那么在这种增长的时候 同时我们发现 权重指标股今天一动 那么这些个市值 大市值的东西一动 成交量就上来 这种情况我们能够想象出来 资本市场 咱指的这些大恶门 控盘能力非常强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很难出现一个系统性的风险 那么我们心里头呢 还算有个底 这个就是今天说了 一六十三遭的重点 在心里有底的时候 我们就看下半年怎么搞了 如果今天下午又出现了一些风吹草动 我们可得知道风格转化 要么咱们也跟着变 要么呢我们给这地方 可得知道往处跑 因为现在呢 上证指数在这块明显失真 因为在权重指标股 这些大蓝筹的带动下 它属于照正常值跌了三十个点 那么今天在这个位置 并且打到最低一点 三千两百五十八点 如果加上三十个点 是不是我们规定的那个数 三千两百八十八点 就是这么一个分界领 在这种分界领多空分界争夺战的时候 一旦哪个方面要是败下阵来 那么将是兵溃如山倒啊 所以在这儿 咱们下午要十分谨慎 一旦要是再次跌破 那个三千两百五十八点 也就是我们的理论值三千二百八十八点 古邦可会做出一个跑路的结果 就是这么一个决定 好朋友们 我是古邦 下午到底有没有出现那样 咱们收盘 跟大家一起看 同时下午的时候和上午 上午的时候 我做了一些T加零 你看包括我昨天不是加的那个 食品食品饮料 百分之二百八吗 上午冲高就我卖掉了 上午的时候呢 有一笔操作 我没操作 但是呢 回过头来看好像不对 因为今天早晨 我那个有一个啊 就是反电池 冲得很快 涨了五个多点 我没有出 因为他已经创新高了 可是他沽了下来了 那么下午看他能不能冲上去 如果能冲上去的话 就好办 如果他冲不上去 估计在这呢 反电池未来真的是一个不错的赛道 大家都说 那为什么冲上去 不一定呢 因为有的时候冲得太快 那叫做尾得太快 那么将来没有后续力量 而只有冲一冲 震一震平稳 把符筹洗出去 这才是长装 或者是说一个接断牛 我们等的不就是这个拨断牛吗 如果这个东西要是很好 那么我会把仓位 直接把它干到三分之一 往往就是这样 当我们权重压到一个上面的时候 是获利账户获利最丰厚的地方 好了 我是古邦 喜欢的加关注 我们下午收盘见